近日石家庄90后女孩直播收破烂的视频走红网络 视频中头戴发卡站在旧衣服堆里直播的90后女孩叫刘静 是河北石家庄人 2020年她和几位朋友在一次聚会中聊到了旧衣服回收 他们认为现在国家一直提倡垃圾分类 觉得这个行业有发展前途 于是几个年轻人凭着一股闯劲合伙成立了一家旧衣服回收公司 刘静说创业之初由于没有经验 他们每天会走街串巷发传单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吃过很多苦 在旧衣服的回收和销售过程中也吃过很多亏 我们刚开始确实走过了很多的弯路 踩过了好多的坑 从去发这个传单告诉大家旧衣服可以回收 大家不理我们 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囤了好多的货 但是我们卖不出去 面对困难 这些年轻人没有退缩 他们通过去全国各地考察和系统学习 终于打通了上线的出货渠道和下线的回收渠道 走出了创业初期时的阴霾 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小程序 在上面招收了30多位回收员 旧衣服回收事业也慢慢步入正轨 我们现在就是在分检 把它按照就是规定 完了以后把它春夏秋冬啊 每一个类型啊什么的分检一下 分检完了以后我们把它再打包 打包完了之后就把它卖掉了 现在刘静每天会和同事一起外出受破烂 在厂房里进行旧衣服分检 还会通过直播分享自己的工作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让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 青春靓丽的外貌与其工作环境形成了反差 随着在网络上走红 也有很多网友质疑他想通过直播进行炒作 对此刘静也给出了回应 网友的一些质疑吧 他们就觉得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为什么非要去收破烂呢 你是想怎么出名吗 还是什么吗 其实我给大家解释就是 我就是踏踏实实在做这个事情 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 总有一天会老 不能总是年轻 年轻虽然是资本 但是还得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 据了解 这些被回收的旧衣服将统一卖到相关企业 经过专业清洗消毒等环节 分类别处理 分类别处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